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大语演员 这一集带大家到三番寺医术高中 还有三番寺的医所 我们新访问的医所叫许大宏 双语美中双文化学校 这两所学校是比较来讲 我比较喜欢的 也是我比较觉得特别想要介绍给大家 并非广告 我大部分的节目里边都没有广告 还有广告商来提供的 都是一些我觉得是对社区 都是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的 一些资讯我就带给大家 这两所学校有什么特别 就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是女性 两所学校也就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在一起 这一所许大宏学校 它是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美国第一所可以说是双文化学校 学校是 徐大宏美中双文化学校 美中双文化学校 是 双文化就是代表中文 中国和美国的文化 是的 那你们教学是用这个英语还是用中文 我们的教学是全英文受教 但是每天有一门中文课 那是用中文受教 我们教的是国语就是普通话和简体字和拼音 要教的话就是中国文化 应该是儒家的孔子 对 佛家的 我们教的中国文化是全方面的 我说其实外面有很多双语学校教中文 很多有教广东话的 有教国语的 他们的focus是教中文 在学中文的时候 学到一些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学到中国的节日是什么 什么节日该吃什么东西 或者穿什么衣服 是很多这些周六的或者周日的中国学校 在Chinatown有很多 对吧 学中文的 然后After School也有教中文的 其实这个很多 但是呢 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是双文化 因为我们教的是中国文化 也教中文 但其实重点是中国文化 然后中国文化是用英文教的 全方位的教 从中国的历史 从几千年的这些朝代 教到孔子 Confucianism Daoism 和这个佛教 所以都会有 这个三大 中国文化里面的三大戏 三教 然后我们还要教这个四书五经 我们的小班同学 他们的 我们每个礼拜有 就是社会 Social Studies Class 平时是英文的 就是美国文化 欧洲的历史 西方文化 这是传统的Social Studies 社会科学课 但是我们有一天的社会科学课是中国的文化的社会科学 这里就是讲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和美国的双文化的学校 所以现在是全美国第一所 全美国第一所 唯一第一所 这个是很特别的 你知道现在有 其实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有 Jewish School 就是犹太人的学校 他们也就是教英文 用英文教 但是教的是犹太的文化 有法国 French American School 双文化 用的是法国的教学的教材 教的是法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 也是英文和法文 有意大利的 没有一个中国文化 我们是第一 是的 就是用英文教 除了这个之外 你们还有体育的 还有就是体能上面 我们德智体前面发展 中国舞蹈这些也会有 中国舞蹈现在没有 但是我们有中国的这个美术课 每个礼拜 现在有一位老师来教学生的国画 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 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来教书法 所以这些中国文化的一些 我们是介绍给学生 中国文化里面的体育方面有什么 这个艺术方面有什么 音乐方面有什么 真正要学的话 他们可以去很多别的地方去学 我们这个学校不是教那些的 是教关于那些的 对吧 我们还是一个 你在这里应该学习 我说的最主要的是把英文学好 因为我们虽然是华人 但是我们生长在生活在美国 英文必须要好 第二数学也得国关 第三才中文语言好不好 其实不是太太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因为你长的这个脸 你生活在美国 其实人家看到你 他就认为你应该知道中国文化吧 但是很多现在ABC的小朋友 不知道中国文化 虽然他们说了 粤也好 国语也好 会说会点菜 可以吃饭 但是对中国文化一点不了解 这个我觉得很可惜 这也就是这个学校 想要弥补的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理念 就是结合中美教育方式的优点 放在这里 所以你小的时候 脑袋里没有东西的 放东西进去 没什么不好 大了以后 你可以回来说 你知道那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 是这些人写的历史 写成这样子的 那别的人 他如果写同样一件事情的话 会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好 你这时候可以思考了 原来是这样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来用批判性思维 来考虑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结合 给你一些基本功 基础教育 基础打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发挥你的创意和批判性思维 你还要学怎么做人 这就是我们说修身呀 先修身 然后起家 然后治国 天下太平 万八 还是十二个月的 夏天也包在里面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去年 当了一年的教委 在旧金山公立学区 我做了一年的教委 公立学区的教育委员 我看到我们公立学区的 现在这个状况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我觉得很多学生 没有得到他们该得到的福 英文差 数学差 不是孩子不聪明 而是没有教好 所以开了这个学校 就是要把学生教好 然后让学费尽量低 让这些就是工薪的家庭 可以负担得起 我们还给奖学金 我们按照家庭收入 还给奖学金 所以一个月一千五 可以更低 作为一个私立学校 然后我们保证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 每个学生个性化的教育 英才实教 我们现在 因为学生还少 现在做到 但是我们今年的任务 就是要认识到 怎么来帮助每一个学生 等到我们扩大的时候 一两百学生 或者几百个学生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个性化的教育 那我也希望呢 就是大家能够 更深切的去关注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我自己有小孩子 大家也是都是有家人的 这个情形呢 现在都知道了 美国他的一个教育的 这个制度呢 现在在这几年的变化 非常非常大 他是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小孩子 提供一个性教育 这种性教育呢 是开放式的 让这些小孩子呢 可以去了解 接受就是 还有就是推动他们 去接受这种同性恋 还有双性恋 甚至乎呢 这种变性的 这种不同的这种思想 在里面 那他们的意愿呢 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 都可以去接受这一点 不单单是让你去了解 明白到 就认同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还可能鼓吹了 这小孩子呢 去进行这种变性啊 或者是提供药啊 提供变性手术啊 那所以呢 在美国的现在 这个教育的agenda里边 他的这个博士里边呢 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平衡 有这种多的这种问题 在里边 对于我们这种比较保守的 比较华人啊 比较保护我们自己的子女 以后将来的身心健康的家庭来讲 是一个很大 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去了解清楚 帮我们下一代铺牌好的话 那也可能有一天 突然间呢 你的孩子就回到家 就跟你讲 就说 爸妈 我现在已经想 我觉得考虑的很清楚 我并非是一个男孩子 我从出生那天 我的心里边 还有我的脑里边 都是一个女孩子来的 那现在我要去做这个变性手术了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呢 他还可以得到这个师长老师学校的支持 还没有到成年呢 都不需要父母的签字 他都可以去拿这些变性的药啊 只是开始 然后到后面呢 还可以进去这个 一些某一些医院啊 去做这种变性的手术 那现在有些医院呢 并非一些是新的大医院啊 有一些是小的医院 私营的一些医院 你们如果啊 看的话 有些医院啊 他在医院的 楼顶上面挂了一个 就是同性恋的这种旗子 他们叫LGQBT之类的这种 他并非是普通的同性恋旗子 他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 有黑色有蓝色绿色 的这一种旗子呢 他是代表他接受双性恋 同性恋 变性各种各样的 那他的目的是 在这个医院里边提供这种 就是变性手术 给这一些他们不同的人 想要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手术的 那因为他们这种医院本来已经可能过去这十年二十年生意已经非常的差了 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客人 那所以他们就转型去做这一类的手术 而这一类手术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将很快啊 可能在我们的推导推断 不久的将来 可能不会超出五年时间 美国大部分的年轻人就十八岁以下 占有百分之二十五 都是类似这一种变性 同性恋的这一种情形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迫在媒介 我们现在已经要马上去想办法应对怎么样去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 这不是一个单单的同性恋的一个小纷争或者是同性恋的一种认同 这个是完全就是一个同性恋跟我们的普通下一代的一场战争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我们如果是无视它 不去理它的话 将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你跟我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要利用我们的身体生命去承担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这两所高中是让我非常敬仰 非常尊敬他们的这种崇高的一个思维 因为他们不受到现在目前的这种教育方针 所推动到带所引领他们 那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一贯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这个宗旨 而且呢不单单是为了牟利的 其中一家呢还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学校 那也是他也只有刚刚才开 所以呢我就很希望能够为这个社区呢 做一点点 让多一些人呢去能够更了解他 那首先呢我就是先交代一下 就是有一这个我们曾经已经访问过了 Sherry校长他的这一场这所上班师艺术高中呢 他做了一场很别开身面的一个表演 就是做一个我们叫新年农历新年的一场 这个春晚表演 那这里的有很多的这些小孩子啊 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节目 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看完了这一个呢 我们就会到这个徐大宏美中双语文化学校 在那边呢我们见到他的校长 校长他本人呢 过去是在上班师的这个校围 他所以呢他对于上班师的这个公立学校的校围的方针呢 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他们都很清楚 那所以他也自己去办了这个学校 办这个学校他也为了就是让大多一些的华人 多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 不一定是华人 但是呢希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的人 他们都愿意都可以过来接受一下中华文化 那在他的教学的方针里边呢 全部都是用英语来教这个中文 中国的文化古文化之类的 那就好像有一些学校呢 他是做一个双文化的 比如说犹太人文化 比如说法国文化 那这些呢他都强调了 都做的非常的不错 别的民族都可以做 那为什么我们的华人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 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 可以提倡我们自己 中国文化的一个学校呢 所以他就用了花了很多心力 来去做经营 那这个学校呢也是 他自己呢在里边去教 教一些小孩子 所以这么用心呢 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他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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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I love to see you all the time Thank you I love to be here Every time I be with you I sing with you Yes, absolutely I enjoy every moment Yes You are still The Commissioner of San Francisco I am I'm a Veteran First Commissioner And you are Veteran Commander Yes, of the American Legion Now Buffalo Post 333 Of the American Legion I'm the Commander I changed The Name of the Post Because we have Over 400 Buffalo Soldiers Burried in the Presidio And One thing about The Buffalo Soldiers They kept peace Between people They kept peace Between the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uropeans And you know They protected both And one thing I want to push Is peace To the Bay Area To Los Angeles In New York From Commissioner Commander The Agriculture Queen herself Courtney Ellington I just want to say Hello To you all And to wish you all A Happy Lunar New Year And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And hopefully I'll see you again soon 首先呢 我们在这边呢 很感恩 我们已经踏入了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第五个年头了 那在这五个年头里边呢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经历的疫情 那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在后面最大的推动呢 也就是我们生命全员美国亚裔基因会 来支持的 那后面呢 也是有一些很很好的朋友 还有一些很好的商家 能够了支持我的这个节目 能够把这个节目呢 继续一直一直一直做 因为怎么说呢 一个非牟利的 在一个牟利的一个平台里边 我们要继续做这个节目呢 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我也希望从这一集开始 那我们呢 把这个生命全员美国亚裔基因会的推动的所有的一些节目呢 都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那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个医院 希望能够支持推动 帮助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做 或者是做得更好的话 我希望呢 大力的有你们的一些支持 实际的行动上面 你们可以捐一些钱 或者是呢 你们可以来把你们的声音交给我 然后呢 我把一些元素呢 加进去 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 让他做得更好 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呢 接下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我会到美国的东岸 到佛罗伊达州 到纽约州之类的 就是去探访 然后去那边呢 探讨一些不同的一些环境 一些深入的一些地方 可能旅游的观光点 然后呢 带大家呢 去看看吃吃玩玩 那我也会 把就是现在继续做的一些 好像非牟利的一些活动 帮帮助社区 帮助我们华人的一些力量呢 凝聚起来 那希望呢 这个节目多一点点的人 能够关注 你们也可以帮我 可以把这个节目 继续大力的推动出去 我们这个大有渊源 其实是希望呢 能够把很多 我们华人的一些资讯 华人的一些 我们的理念 还有我们的一些信仰啊 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 都可以凝聚在一个节目里边 就好像我们吃饭 我们可能炒两个菜 吃一个饭 但是呢 在这个节目里边 可能是一个火锅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元素的 都放在一起 然后让你可以吃到 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所以不要介意说 这个节目里边 为什么有时候会topic 今天是讲讲风水 明天又讲讲政治 后天呢 又讲讲安全 又讲讲健康 其实我们也希望呢 包容万象的 把各种各样 身处在美国 我们生活上面的 需要知道的东西呢 能够多一点点的 功夫一点点的 带给大家 那我除了这一几点之外呢 最重要真的还是要感谢 我们这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能够一直以来 已经套入了第五年的时间 能够一直来支持 那这里呢 我代表我们的华语电视 还有代表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基金会 生命全员 美国亚裔基金会 我们的这个所做的一个一个节目 叫大有渊源 感谢大家 我今天能够一直你可以从我五年前 从我很瘦的时候 一直看 看我到现在呢 也已经皱纹 也出来多几条了 白头发也已经很多了 慢慢的 看了 看了我们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成长 也看了我一天一天的可能老了 那我也非常非常感谢 有大家的这个 一直的手 手绊子在我的旁边 帮助 支持我 最后我想要祝福大家 希望呢 在这个年里边 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一年 然后又再一年 希望我的这个节目 也可以一直一直 可以保持着做的下去 对我们来讲 大家就好像一个老朋友了 也好像一个亲人一样 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在分享的同时呢 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 你会慢慢慢慢的 潜移默化的 你会听 你会感受 然后你可能会跟着 我会做一些些 类似相同的东西 我已经很满足了 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有走过的路 尝试过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有的人呢 有关注 就好像有一集 我可能在五年前 差不多最开始的时候 我教大家做这个七宫 还有做这个战装 然后在我去年的时候呢 我开一个班 那开这个班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他就过来 他说 老师 我当时候跟你学的时候呢 你教我是这样这样 我说 我没有教过你啊 他说 有啊 他说 在你的节目 最开始的时候 你有一集是教我们 怎么样去战装的 我都差点忘记了 这件事情 然后呢 他说 他这四年来 他都一直跟着我的 这个方式来去练习 那我那时候 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说 居然 有人真的会把这个事情 就是记住 然后呢 四年之后 他回来到我的面前 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 一个老太太 那我问他 你这几年 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说 非常好 我跟你学了这个之后呢 我都没有病 连感冒都没有 我说 你真的 我真的很感恩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你走到我面前 来跟我分享一下 跟我知道 这个是我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做很多的 这些电视节目啊 甚至呢 做很多东西 都是非牟利的 就没有在盈利的情形底下 以我的这种passion 以我的热忱 爱好 把它呢 就是一直一直维持的做下去 那这个是我 最希望得到的 就是一点点的这种鼓励 那我就希望延续下去 那所以呢 在健康上面 我会围绕很多的这种话题 我把这个健康的视为 我的这个节目里面的 第一个范畴 就是把他健康 还有我们到家的养生的理念 方式来推动出去 我在这个星期之后呢 就是3月9号 将会有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演唱会 那我会把它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的分享一下 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星期 那大家呢 应该还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呢 如果想要报名 可以来看我的演唱会 亲身来跟我见个面的话呢 我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呢 这一次的演唱会场地呢 最多只可以容纳220人 而我呢 现在已经达到超过了一半数的人 已经登记了 那所以呢 如果看到的话 想要报名的 那马上来报名 这一次的演唱会呢 是非魔力的 完全不用钱 你如果想要来的话呢 报名就可以来 而且呢 从这个美国的太子航 他也就是极力的支持我 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呢 他捐出了200多份的一个礼物 一大份的这个新年礼物呢 来送给这个观众朋友 所以这一次我非常非常感恩 有这么多的朋友 有这么多的人照顾我 最重要 在我身边的这些观众朋友 请你们看了我的节目之后 一定要支持 如果在YouTube上面看的话 请你加进去 点击啊 分享 让大家可以能够 就是更多一些人 知道我的存在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